學校入口處就看到醒目的招生廣告 還有家長會的支持布條 希望部落學童返回北夜國小就讀 民國八十年北夜 馬家 山河並為一校 也就是現在的北夜國小 每個年級有兩班 學生人數就有一百四十多位 但是因為少子化還有學生外地就讀的情形 日益頻繁 讓學校擔憂將面臨裁班的危機 少子化這個是相當嚴重 在我們原住民地方真的是這樣 第二個就是因為外流 裁班當然是我最怕的 好的老師 因為出去的話 像現在的那些辦法的話 大部分都是比較年輕的出去 年輕的是比較有充裕 大家也了解 那這當然是我們最怕的 北夜國小原本學區就有馬家鄉的 北夜山河還有馬家 但是如今因為八八豐災過後 馬家部落遷移里那裡 學生還有家長就有可能考慮 讓學童就讀距離較近的長榮百合學校 家長們目前也都抱持著觀望的態度 不過這邊又多了一個長榮百合國小 那當然就是說 父母親外面的時候 哪個學校都是非常好 都是很好的學校 我是看自己父母的心 學校也表示在山河學區北村部落 就只有三位學生就讀北夜國小 因為距離的關係 造成山河部落學童寧願選擇 就近的學校讀書 要招到學生變得難善加難 憲夫表示沒有學區的限制 也是未來的趨勢 不僅是北夜國小擔憂招生的問題 在附近的原鄉學校也都開始猛打招生廣告 希望部落學童能夠返鄉就讀 因為少子化與外流學生的影響 讓各學校無步積極盈盈打廣告 吸引家長 未來沒有學區限制的招生入學 家長們選擇是增加了 但是各校間的競爭勢必會更加激烈 記者RI哥社 屏東馬家 採訪報導